这部1992年上映的强职装甲 绝对是我看过最恶心的怪物恐怖片 也是我看过最早的一部同名漫百真人电影 虽然至今已经过去了30多年 但其逼真的特效依然吊打如今的大部分电影 特别是怪物变身的过程简直不要太想了 喜欢刺激的小伙伴一定不要错过 相传数百万年以前 地球还是一片荒芜 被称为降临者的外星人来到地球创造了人类 通过改造人类的基因 他们制造了超级怪物士兵 兽化兵 又制造了领导兽化兵的领导者 兽神将 但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降临者突然离开了地球 而他们留下的基因改造技术 也顺理成章地被兽神将们寄成 可慢慢的兽神将们并不满足于此 为了进一步发展基因技术 打造更多的兽化兵掌控世界 以老白为首的兽神将们成立了克诺斯集团 在此期间 他们还发现了一种更加变态的武器 那就是降临者遗留下来的超生体兵器强制装甲 这种装甲对于降临者自己来说 就是一种普通的亏捷 可人类一旦穿上它 就会变身凯普发挥出极其恐怖的力量 在身体各项机能提升百倍的同时 还拥有无敌的防御能力和自愈能力 但好在时至今日 老白都没有找到激活他的方法 而身为克诺斯集团的科研者赖川博士 意识到如果让老白掌握了强制装甲的使用方法 势必会给世界带来灭顶之灾 于是为了阻止这一切 他悄悄将强制装甲带出了基地 准备交给中情局的特工处理 可没想到刚逃出来没多久 还没来得及将东西交给街头人 就被追上来的兽化兵当场截住 夺回强制装甲后 为首的光头试图劝说博士回头是岸 然而同样受到改造的博士却选择变身 准备跟他们输死一搏 变身后的博士像极了一条胖头鱼 战斗力得到了惊人的提升 可光头却一点都不慌 因为作为克诺斯集团的打手 他是一只更加强大的兽化兵 完成变身的光头三下五除二 就将胖头鱼活活打死 随后他立刻回到公司 将箱子交给了老白 然而当老白高兴地打开箱子时 却发现里面并不是强制装甲 而是一个破破烂烂的烤面包机 老白当场变脸 瞬间发动受神将的变态能力 狠狠地教训了一下光头 只见他额头冒出一个肉流 仅仅使用意念就让光头不受控制的自残 直到他保证一定会找回强制装甲 老白这才受了神通 与此同时 在一家武术馆里 身为中情局的老马 找到博士的女儿小贵 并且将博士遇害身亡的消息 都告诉了他 原来老马就是那个街头人 可当他赶到现场时 发现博士早已凉透 得知父亲身亡的小慧伤心欲绝 一直暗恋他的学徒阿伟 刚好看到了这一遍 于是为了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他悄悄跟着老马和小慧 来到了案发现场 没想到却无意中发现了 博士藏在这里的强制装甲 看着眼前这个奇怪的东西 阿伟果断将他放进了背包里 殊不知就是因为这个举动 将彻底改变他的一生 就在阿伟准备回家时 摩托车突然发生了故障 没过多久几个小混混路过这里 二话不说就踢翻了阿伟的摩托车 面对故意找事的小混混 阿伟也是毫不客气地打了回去 虽然在武术馆学过几招 但双拳始终难敌四手 很快就被打得满地涨牙 就连背包里的强制装甲 都被打了出来 倒地的阿伟想要逃跑 不料这时小混混又朝他踢了一脚 导致他的脸刚好贴在强制装甲上 没想到种种巧合 竟然意外激活了强制装甲 伴随着一阵电闪风 无数触手顺天将阿伟给买了包 接着迅速蔓延至全身 在精神小伙们惊讶的目光中 阿伟完成了变身 此刻的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 眼前的男人已经惊非昔比 其中一人尝试挥出一拳 结果却被阿伟轻松接下 还被反手扔出了机密开外 其他人见状果断一拥而上 但依旧不是阿伟的对手 甚至就连手枪都无法破防 眼看对方步步紧逼 最后一个小混混下 得赶紧捡起一个东西阻挡 没想到却意外让阿伟 看到了自己变身后的脸 趁对方懵逼之际 精神小伙赶紧开溜 看着吸附在身上的铠甲 阿伟试图将其脱甲 殊不知强制装甲已经植入他的身体 想要解除战斗状态只需一个一年 装甲便会收回后颈了 而另一边的光头等人经过一番寻找 却并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强制装甲的下落 想到博士还有一个女儿 老白以为她知道些什么 于是就命令光头立刻把她抓回来 当他们将小慧打包带走的时候 刚好在楼下遇见了前来寻找小慧的阿伟 一开始阿伟并没有在意 直到推开房门看见房间里一片狼藉 小慧也不见了踪影 这才想到刚刚那两个鬼鬼祟祟的男人 顿感不妙的阿伟赶紧来到楼下 确定小慧被他们绑架之后 果断抄起两个酒瓶就砸了过去 没想到这是探员老马也刚好来到这里 在他的帮助下 两人成功将小慧救了下来 三人赶紧转身开溜 可光头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们 立马带人也紧随其后 途中小黑选择了变身 变成兽化兵的他体能飙升 轻轻松松就翻越了高墙 眼看这样下去迟早会被追上 无处可逃的三人只能躲进一间废弃的仓库 但光头很快就追了上来 进入仓库后 他们全部都变成了恐怖的兽化兵 凭借着敏锐的嗅觉 长鼻子兽化兵很快就发现了三人的踪迹 为了保护两人离开 挡在前面的老马率先被制服 阿伟还想反抗 但没有变身的他显然不堪一击 身后的小慧也被一只兽化兵抓住 更糟糕的是 克诺斯公司还派来两名兽化兵进行支援 可这些兽化兵哪里知道 他们苦心寻找的强职装甲就在阿伟的体面 而绝境之下的阿伟也果断选择变身为凯普 这一幕顿时看待了重兽化兵 但由于没有见过凯普真正的样子 他们并不相信眼前的阿伟就是凯普 大耳朵率先冲过去 结果一个照面就被扔了出去 其他兽化兵健壮赶紧一拥而上 但依旧不是阿伟的对手 这是大耳朵瞅准机会扔出手中的巨片 不料却坑死了自己的队友 在大耳朵的助攻下 很快其他兽化兵纷纷被打倒 光头只好选择亲自出手 两人的实力几乎不分上下 一时间打得难舍难分 但光头却发现了凯普的弱点 那就是他头上的金属球体 只要被击中 凯普的力量就会受到影响 得知这个弱点后 小弟们也加入了战斗 两只兽化兵强行将阿伟控制住 由光头给了他致命一击 被击中的阿伟瞬间失去了战斗力 就连头顶的金属球体也被光头硬生生抠了下来 失去命门的阿伟也同时失去了生命 慢慢融化成了一滩绿色液体 而小慧和老马也都被兽化兵带回了公司 意识到阿伟变身的正式开谱 老白便想从小慧口中问出强职装甲的激活方法 还顺便带他来到实验室 参观了正在制造的兽化兵 老白威胁小慧如果不配合 就会变成里面的怪物 而老马已经被他进行改造 可小慧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激活方法 看着玻璃箱里已经损毁的强职装甲 想到阿伟为自己而死 小慧顿时伤心欲绝 但博士经过研究 却发现强职装甲并没有完全损毁 因为他正在自我修复 很快就会恢复如初 原来强职装甲是有机和无机的集合体 它就像一个低内蒙具 只要金属球体不被破坏 就可以无限再生 得知这个消息的老白非常高兴 为了获取激活方法 他打算立刻把小慧改造成兽化兵 不料小慧突然发起攻击 朝老白的装部狠狠地踢了一脚 接着迅速拿起一个工具 打破玻璃箱把金属球体拿了出来 他想要逃跑 却被两只兽化兵拦住去 于是他只好打开粉碎机 准备将强职装甲彻底毁掉 毕竟要是让老白找到激活方法 整个世界都会跟着遭殃 可就在他准备丢的时候 却被强职装甲缠住了手掌 大耳朵趁机伸手去抢 结果又不慎将金属球体打飞 刚好掉进另一只兽化兵的嘴中 光头试图强行将金属球取出来 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只见兽化兵痛苦地倒在地上 肚子里的金属球似乎正在快速生长 随着一把利刃划开他的肚子 晚血复活的阿伟竟然再次变身为开尾 正如一开始所说 强职装甲已经和阿伟的DNA融为一体 所以修复之后的装甲就等于阿伟复活 经历了一次死亡 阿伟已经彻底掌握了强职装甲的使用方法 此时的他更加强大 二话不说就打破玻璃容器将老马救了下来 然后挡住兽化兵 掩护小慧和老马逃走 几只小小的兽化兵在他的面前根本就不够看 阿伟轻轻松松就将他们全部解决 可在逃跑的途中 小慧和老马却遇到了麻烦 阿伟见状赶紧纵身一跃 挡在兽化兵的面前将他丢了下去 这时光头突然出现在面前 上一次被他侥幸取胜 觉得自己又醒了 没想到也不是对手 几个回合就被阿伟送走了 三人本想趁机逃出基地 可不料途中老马却发觉身体不对劲 伴随着阵阵嚎叫声 老马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异 原来改造未完成的他 也变成了一只半成品兽化兵 看起来就像一只皮皮虾 但他却没有任何战斗力 并且很快就领了合法 阿伟还没来得及伤心 转身就发现老白劫持了小慧 看到凯普的表现如此出处 老白更加想要得到强制装甲 而作为兽化兵的领导者兽神将 自然拥有更加恐怖的力量 阿伟不想听他废话 直接上去就是一脚 把老白踢飞了出去 本以为已经解决了战斗 没想到却看到了可怕的东西 黑暗中缓缓出现的巨兽 正是老白所变身的兽神将 在压倒性的体型和力量面前 阿伟只能单方面挨揍 凭借着灵活的身形 他找到机会从高处跳下 骑在老白的脖子上疯狂输出 但很快就被对方甩了下来 还被巨大的爪子死死抓住 可就在老白伸出触手 准备再次夺取阿伟头上的金属球体时 绝境之下的凯普 却自动释放了终极杀招 只见胸口的盔甲缓缓打开 一股巨大的能量瞬间喷射而出 直接将老白轰成了喳喳 危机解除之后 阿伟也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从此跟小慧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可两人并不知道 另一位实力强大的兽神将目睹了一切 看来凯普和兽化兵的战斗并没有解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